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九二外语网,就爱学外语 我是本次阿拉伯语课程的老师,大家可以叫我Dana老师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学习的是基础阿拉伯语课程当中最后一课,第十六课 阿拉伯哲言及谚语阅读的部分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将基础到关于一个叫谚语的表达方式,它的这个一个故事 那么在正式开始学习这个谚语之前呢,让我们先看一下阅读部分有哪些生词 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词是一个动词叫提醒和告诫 那么其实我们在课文部分也学习过一个提醒和告诫的词叫Handara 对吧,Handara 也就是说呢,有的时候一些谚语会告诫人们说 你帮助别人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这里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在这里边我们新学的一个动词 它就是 那么它的用法就是提醒告诫某人依赖 告诫的内容接在这个依赖戒词的后边 好,第二个词叫名词缺点和过错 那么之前我们学过一个缺点和过错叫Den bun 复述是Den bun 而且呢,我们平时也接触过另一个名字叫错误 就是Ahto bun 然后Ahto bun是它的复述 那这里边我们再学一个新的词 那它就是Ai bun 复述是Den bun Oyu bun 好,再往下 下面一个叫句型叫珍惜什么什么的,热衷于干什么什么的 那么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一种喜欢做什么什么 那我们之前学过的句型有什么 有这个 Endeflannin,Rakbetun,Shedidatunfi 还有是Margobunfi,Rakibetunfi 表示习惯热衷于什么 那这里边我们新学到的这个句型就是 HarisonAlan 那本身这个Harison,它变换自这个动词Harison 这个动词就表示热衷于什么,喜爱什么 它跟这个Rakibet,它的用法是 就是意思上面有相近的地方 那么它这个动词,它的这个词的搭配就是借词Alan 所以这里边这个名词,这个形容词,它的这个句型呢 搭配的也是借词Alan 所以是HarisonAlan这个句型 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动词叫采和摘果子 那我们也学过一个动词叫什么 Katofai,对吧 Katofai,Famara,Auzahara 那这里边我们先学另一个动词 那它就是 Zhanan Yajni Zhanyan Wajanan 那么这是两个它的这个 早词根的形式 然后后面直接加上Aphamara 这是一个基物的动词 好,我们再看下边这个叫动词疏忽,马虎粗心 那么其实我们学过它的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叫疏忽的,马虎的 叫Muhmirun Muhmirun 那么它其实就是由这个动词变回来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动词它就是 这也是一个基物动词表示 什么人疏忽于什么什么事情 好,再往下 下一个叫什么什么多么便宜啊 什么东西多便宜啊 这个感叹句叫Muhirun 这个阿尔哈萨它本身是 Purahisun 便宜的啊 这个词它的这个比较级的形式啊 这是一个感叹句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名字叫猫是一个动物啊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单数形式 那么大家注意中间这个字母上面的这个叠音符号啊 接着复述 这是它的复述形式 好,再往下 下一个动词叫启示和发示 那么一般情况它都会用在这个阿拉伯语当中说 以真主之名启示 或者说我像真主 这个启示啊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其实在句当中 学过一个叫As Aluka 就是上一节课当中 关于猪哈的故事当中 As Aluka Billahi 这一句话也表示说 以真主之名启示啊 这样的意思 那么看一下这个动词 Aqsa Man Yukse Man Bi 这是凭借什么什么而启示 下边在比尔汉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埃及货币的这个名字啊 就像中国是元 美国叫美元啊 就是这样子货币的单位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首先它的单数形式 Dirahamun 然后复述 Aqsa Man Darahimu 它就是这个名词 好,再往下 一个动词叫履行诺言和信守诺言 那么我们学过一个动词叫 Waada Yadu Bi 是吧 也是信守什么什么诺言 那么还有一个动词是 Ada Yu Adi Yu Adi 然后去接一个词诺言 这样的意思 那这里边我们新学一个动词 它就是 Bara Yu Biru Baran 或者是Bara 两个词根的形式 然后是Fi Qawrihi 指的是他说的话 是会信守的 O Bihi 或者是相信他这个人 会做这个事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这叫损失 这个名词 我们之前其实也接触过 这个词它就是 Hasaratun Hasaratun 下一个叫交易 这个在经济场当中 这个名词叫交易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词它的单数形式 Sofgatun 复述 Hama Sofgatun 这是它的规则变化 这个名词 好,再往下叫货物和商品 那么这个词呢 我们之前还接触一个 类似的一个名词 叫做相同意思的 叫做Bedot Atun 复述是Badot 那这里边我们再学一个词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名词 它的单数形式 Sofgatun 然后复述 And Jema Silaun 这是它的复述 好,再往下 这个名词叫工资和酬劳 那我们之前学过一个叫收入的词 叫Dachrun 那么这里边专门指的是工资 我们看一下 这个词 首先它的单数形式 Udhrun 复述 Ejma Udhrun 就是它的复述形式 好,那么这就是阅读部分 我们将接触到的一些生词 那么下面呢 也是让我们共同的一起来读一下 然后接着进入到 这个阅读部分内容的学习 Nabha Yunabhihu Tanbihhan Fulana Ila Shayi Aibun Aljama Oyubun Hariisun Ala Jana Yajni Janyan وجanan Thamara Ahmala Ahmala Yuhhmilu Ihmalan Alamra Maa Arkhasa Ashay'a Qitotun Aqs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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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qsimu Iqsama Bi Tirahamun Ajama'a Taraahimu Bara Yabiru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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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sama'a may's 这就是这几个我们要学到的这几个生词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关于这个阅读部分的学习 那么第一个阅读的它的这个标题叫做 amora mubkiyatika wala amora mudhiyatika 这里面这个amorun我们知道叫什么 叫做事情 mubkiyatika意思是使你哭的事情 wala amora 而不是mudhiyatika 叫让你笑的事情 这是这个标题 好 那么这个标题也就是这个一句谚语的话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kana li fatatin khalatun wa amatun wakanatil fatatu tazuru amatihah wotazuru khalatihah wotazuru khalatihah faita zahrat khalatihah latofna lahha wadohakna adohaknaha wlem yunabihnaha ila khato'in au ayibin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前提是 kana li fatatin 那么就是对一个 这是指一个女孩 那么一个女孩呢 她有什么呢 ha latun 有许多的旧妈 旧妈 wo amatun 叫很多的姨妈 wo kana ti li fatatin 那么这个女孩呢 她就会 tazuru amatihah 那么她之前呢 就会去拜访她的这些姨妈 wo tazuru khalatihah 而且呢也去拜访她这些旧妈 faita 那么 她每次呢 如果说 zahrat她呢 去拜访 halatihah 她去拜访她的这些旧妈们 那么 latofna lahha 那么这是动词 latofna lahha 表示是 对她很态度良好 和爱可亲 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因为前边halatihah 是一个阴性第三种复述的概念 所以她的病患之后变成 latofna lahha 那么这个表达就是说 这些啊 她的旧妈们呢 就会对她非常的友好 wo adha khalatihah 这个adha khalatihah 她的这个啊 第三种阴性复述的形式 而且呢 还会逗她笑 让她笑 wo lam yunabihah 那么但是呢 不会这个nabihah 这个动词啊 叫我们刚刚许过要警戒告诫 但是呢 不会告诫她 什么呢 nabihah ilan 告诉她的就是hatoin 不会紧急她一个错误 au或者是爱病 或者是一个问题 faitu saru lizerka 这个呢 所以呢 这个sara yasuru 表示的就是高兴啊 所以呢她呢 为此很高兴 很喜欢啊 很喜欢这样 wo idha 那么如果说呢 zarat ahmadihah 她呢要是去看她的这些姨妈的话 adabhnah 这个是动词adabhah 叫教育教导 它这个是第三称音性复述的概念 所以是adabhnah 那么她这些姨妈呢 就会去教育她 wa hadharnaha 这个动词hadhara 那么它相当于这个nabihah 同一词 那么也会警戒她 告诫她 wo nabihnah ilan 那么也就告诫她呢 要注意一些 注意一些问题 我认为有些错误 这里过错 所以呢 久而久之 asbahat 那么这个女孩呢 她就tuhibu haladihah akhara 因此就会习惯她的这些旧妈们更多一些 wo tazuru hunna 指的就是指的她这些haladihah 她的旧妈们 那么她就会经常的 就会去拜访她们的旧妈 daiiman wo taqrihu kara ha 表示讨厌 而不习惯 amadihah 就不太习惯她的姨妈们了 wo la tazuru hunna 然后因此呢 也就不去拜访她们了 这是这个故事的开头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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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 父亲发现了女儿的这种状况 然后就问他 女儿就说这些旧妈妈就会经常让我笑 姨妈妈经常训我 就会让我哭 接着呢父亲就说 你要去做让你哭的事 而不是让你笑的事情 因为你在哭的事情当中 就表明呢你的确有错误 是需要进行纠正的 纠正之后你会变成更好的人 所以你是从中受益的 那么如果只是让你笑的事情 你也只不过是永远看不到 自己存在的问题 那么当有一天 今天你是高兴的 但是你的问题依然存在 在未来的时候 它出现的时候 那对你来说将会是不好的影响 好 但是这是父亲对他的话 接着 我还觉得 他已经说了 我已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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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边父亲的表达 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因为呢 还看在是 当父亲呢 就是 叫非常的严厉 严厉的 叫对什么呢 对 对他的这个孩子很严厉 或者说 或者说这个 这个指的是教育的人 就教师 那么因为这里说 Rabbi表示养育 教育 福育 所以这里面 隐身的叫做教师 那么对教师来说呢 严厉的对待自己的 这个学生 阿拉 他的学生 那么 所有热衷于 这是热衷于 那么这些呢 都是热衷于什么 对于他自身之外的一些事情的 那也就是说呢 那些 今天让你哭的人 那么他所做的事情 会让你在 在未来的时候受益 那么同时呢 你将会 那么这 指的就是 那么你而且呢 之后会摘取他的这种成果 之后呢 你就会 快乐了 就会笑 但是对于那些 在今天让你笑的人 那么 那么明天就会让你哭 那么同时呢 而且摘取的是叫 疏忽大义的 马乎的这个果实 那么那个时候 你就会后悔了 这是父亲说的话 好 那么其实这一篇文章 用来解释 就是开头那句话 所谓良药苦口 就是 中言逆耳 这句话 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翻成中言逆耳 去做 去听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表面上面 听起来不是很美丽的事情 但是他却能够警戒你 发现自己的问题 让自己改正 让你变得更好 在未来当中 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而是向前进 而不是倒退 这里边 好 那下边呢 我从头来翻一下这篇文章 大家树立一下意思 这句话叫 做让你哭的事 而不是那些让你笑的事情 也就所谓中言逆耳 有个女孩呢 她有许多的舅妈和姨妈 那么女孩呢 会经常的去拜访她的舅妈 也会去拜访她的姨妈 也会去拜访她的舅妈们 那么如果说 她去她舅妈那里的话 他们就会对她很仁慈 然后会让她笑 也不会提醒她 犯了任何一个错误 或者是过错 那么她呢 为此一直很高兴 那如果说 她去拜访她的姨妈们 那么他们就会教导她 然后警戒她 而且提醒她 告诉她犯了哪些错误 以及过错 慢慢的呢 这个女孩就更喜欢 她的舅妈们 然后呢 会经常去拜访她们 而讨厌她的姨妈们 所以就不怎么去拜访她们了 那么当她的父亲呢 看到她经常去拜访 她的舅妈们 但是很少去见她的舅妈们 所以呢 就问她原因 然后和她谈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女孩就说 我的舅妈们会让我笑 至于姨妈们会让我哭 她的父亲就对她说 做会让你哭的事 而不是让你笑的事情 是因为 你接受了让你哭的事情 那是因为 她呢 将会让你受益 不要接受那些让你笑的事 因为 当下你会觉得很开心 但是在未来 你会因为她而哭 那么就这样的话 当这父亲 对于自己的儿子 以及老师 对于自己的学生严厉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热衷于 叫做为他人 看到他人的问题 叫为他人而奉献 那么也就是说 那些让你哭的人 今天让你哭的人 他所做的事情 在明天会让你受益 那么同时呢 你将会摘取到 美妙的果实 那你就会笑了 那么今天让你笑的人 那么明天就会让你哭 同时呢 你会摘取的是 疏忽大意的果实 那么你会觉得很后悔 这就是这篇 这个文章 这是第一个 关于这中言逆耳的 这个故事的表达 对于这篇